在时尚业界,以设计师的名字命名的品牌十分常见 比如香奈儿、亚士兰黛、三占一生等 这些品牌的产品通常散发着设计师极强的独特个人风格 与设计师本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时尚品牌撞上设计师的姓名 品牌被抢住时,该如何保护呢? 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个在审案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马诺罗布拉尼克,一位出生在西班牙 在伦敦开启职业生涯的鞋旅设计师 1972年,以自己的名字创立了鞋旅品牌 马诺罗布拉尼克的鞋子被称为高跟鞋中的贵族 受到世界大牌女明星时尚人士的狂热追捧 被称为奥斯卡颁奖里唯一制定用鞋 马诺罗布拉尼克的品牌已经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鞋旅品牌之一 设计师本人也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鞋匠、鞋王等 然而,这样一个破腹盛名的国际品牌 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却发现 其同名品牌的商标早在1999年 就被广州一家客体工商户抢注在25类的鞋、鞋等商品上 争议商标的标识中,英文部分与鞋王的名字完全相同 指定商品涵盖鞋等商品 与马诺罗布拉尼克品牌和鞋王本人的利益密切相关 他的注册阻碍了鞋王在25类鞋类商品上注册自己的商标 也正因为如此,马诺罗布拉尼克品牌的商品 一直无法正视在中国市场销售 从2000年开始,鞋王对争议商标先后提起 一亿、一亿复审、无效宣告申请等 穷尽了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程序 最终在2022年6月份,无效宣告申请案件的再审判决作出 最高院认定其商标注册侵犯了鞋王的姓名权 应当予以无效 一场长达二十几年的纷争终于尘埃落地 在该案件中,争议商标的注册申请日价早 1999年之前,鞋王品牌的鞋旅产品 还没有在我国大陆地区正式销售 大陆境内的产品相关的广告宣传 媒体报导等资料也非常少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 一、鞋王的暂新姓名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 二、是否违反一世不在里的原则 姓名权是民法典中规定的人格权之一 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议名、网名、议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应当予以扩张保护 在商标意义审实务中 姓名权的保护要件主要有三点 一、姓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与自然人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在相关公众的认知中指向该姓名权人 二、苏征商标的注册给他人姓名权可能造成损害 个案中综合考虑姓名的知名程度 以及苏征商标的指定商品与姓名权人知名领域的关联程度 三、苏征商标的注册申请未经姓名权人许可 本案中主张争议商标侵犯了鞋王的姓名权 需要举证1999年以前邪王马诺罗布拉尼克的姓名 在我国邪旅时尚业界已经与其指代的品牌建立了稳定的唯一对应关系 具体而言 需要举证姓名指代的品牌发展历史情况 产品销售情况 书籍报纸杂志 网络宣传报道的情况 获得荣誉的情况 受保护的记录的 本案的难点之一在于 中国大陆的知名度资料非常少 仅有几千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 及一二省法院之所以没有支持姓名权的主张 也是认为知名度的资料不够 虽然中国大陆的资料确实不多 但是1993年到1999年期间 在香港地区对于鞋王及其品牌的报道非常多 并且1994年香港电影《重庆森林》中 有林青霞穿着马诺罗布拉尼克的鞋子的特写 张国荣1997年演唱会上 穿着马诺罗布拉尼克品牌的红色高杆鞋 同时期 该品牌的鞋子 在香港的销售额高达3000多万港币 在省中 最高院据此认定 争议商标申请日前 在中国大陆的相关公众中 尤其是时尚人士中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而且其在国外和香港地区的知名度 一定程度上会辐射至内地 进而认定马诺罗布拉尼克的姓名 已经与品牌形成了对应关系 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争议商标的注册人 常年从事鞋业生产 是同行经营者 应当知晓鞋王的知名度 争议商标的注册 侵犯了姓名权 仪式不在里 又称禁止重复诉讼原则 意思是对于已经裁判 并且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 当事人的诉权已经消耗 不得再行提起诉讼 否则构成重复起诉 本案中围绕争议商标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纷争中 双方进行过两轮交锋 在2000年的异议 及后续行政诉讼程序中 协王一方已经主张过 侵犯姓名权 但由于证据不足 未能获得法院认可 在2014年开始的 无效宣告及后续程序中 是否侵犯姓名权 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 在第二轮的交锋中 协王一方补充提交了 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复制证明 大量媒体杂志报道等 并针对第一次中 未复翻译的外文证据 补充提交了中文翻译 法院最终认为 此次证据 证明的事实 已经构成了 与第一轮证据 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新的事实 进而认定 不违反 一事不在理的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 根据新的证据和事实 认定 争议商标的注册 侵犯了协王的姓名权 应当宣告无效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享誉世界的协王品牌 在中国终于也归属于协王 背后蕴含的姓名权的保护 给我们很多启示 名人之所以成名 大都是在某个领域 做出了突出贡献 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这个姓名 所包含的商业价值 是令人创造的 商标权属于商业财产权 将商标权归属于商业价值的创造者 是公平与正义的体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